各位早上好 我们打开圣经 到诞音礼书第二章 并且今天早上是有讲义的 你举手我们的招待 就会把讲义发给您 我们继续 我们这个月的一个系列 神国的福音 天父我们为你的话语来感谢你 主我们求你更加的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你律法的奇妙 让我们看到那些荣耀的奇妙的事 主你是光之父 你使你的光 在我们的心中 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 增加 主 求你 以你的脸光照耀我们 更多的光照我们 主我求你的灵 会来激动我们的心 教导我们的心 在我们的心中增加圣灵的活动 让我们看到的更多 主 让你的儿子耶稣 在我们的心中 如诚心般兴起 奉耶稣般 耶稣的名 阿们 我先很快地给各位一个复习 我第一次在讲这个福音 这个整个系列的时候 就讲到了一个奥秘 十字架的荣耀和神对世界的计划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了 神 他的奥秘 讲到的就是神 他对世界的计划 神 他救赎的计划 他 怎么样 来领导 世上 万国 按照他自己的渴望 来成就的一个计划 人类的历史 我们都在其中 其实 是有一个特定的方向的 这个历史是有一个目的的 我们很容易就会忘记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在压力 我们个人的生活的压力当中 还有我们周围的人们 他们也给我们压力 在这个城市的压力 这个国家和整个地球的压力 在万国当中 他们的潮起潮落的压力 但是在这些压力当中呢 人类的历史是有一个方向和目的的 使徒将此称为奥秘 这是我们两个星期前所提到的 我们要必须要明白神的这个话语 能够改变 我们怎么样看我们所接受到的一个信息 我们听到的 我们知道的 我们感觉到的 还有我们的想法 神根据 神的这个计划 根据这个圣经 会改变我们 对这些事情的回应 在 但以理 十一章的三十三节 先知 但以理 他宣告他也是预言 将会有一个时刻 在人类的历史上 会有许多的混乱 还有这个混淆 必须我再先讲一下这个混乱 在这个时代 这个混乱 通常不会让你认出来 是混乱的 是的 有一些事情看起来是 非常的 混乱 但是呢 有些事情看起来不是混乱 但是从天堂的角度来看 其实就是一种混淆 一种混乱 我给你一个例子 直到今天我 令我惊奇的事情 就是 这个 冷淡的爱 是看的是冷淡的爱的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就活在这个时代 就是 很多人的爱呢 已经变得冷淡了 有 我们一些人呢 我们呢 比以前还热心 可是神告诉我们说 这是一个冷淡的爱 所以我说混乱的时候 不是说他是乱糟糟的 但是 确实 有一个 欺蒙在这里 他们是假装成亮光 但是他们其实是混乱 所以但以理说 在这个时刻 会有 民间 的人们 这些人们呢 他们是有智慧的 他们会教导 很多的人 但以理说 十一章三三节 就是他们 这些呢 民间的这个智慧人呢 并续会多人的 第一点 就是这些人呢 会 与神 有亲密关系 并且呢 这些是 有 这些人 是有智慧的 这些智慧的人呢 会将这个 训悔 带给他们 四周的人 帮助 人们 来发现 这个世界的情况 也就是说 会传福音 给他们 我既然讲到 这个福音 并不只是 仅仅是指于 这个 饶恕的一个信息 当然 饶恕的信息 是包括在 福音当中 但是是多于 大于 这个 饶恕的信息的 必须要了解 神 他的计划 还有神 他的目的 就会带来 希望 带来 安慰 因为我们知道 是有一个意向的 是有一个方向的 不论现在的时代 看起来多么混乱 都是有一个目的的 所以 我们看到 很多事情 都在移动 都在转变 在过去的 这个 四十年之 尤其是在 过去的两三年 我们看到 很大的 一个转变 我们看到 有更多 更多的事情 进入 神所说的 神他说 他要在 一世代的人 一世代人 之间的改变 对基督信仰的表达 那么 我们听到的 我们马上就想到 是表达 那 主说不是 我先要讲的是 了解 我的话语 然后 我们才会 改变这个表达 还有我们的理解 这个理解的 这个理解跟表达的变化 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福音来的 我不是讲说 有一个新的福音 而是说教会 要与 圣经所说的福音 来对齐 这个深深的 与 改变 了解基督 了解了基督 就帮助我们 了解福音 哥罗西 一章 告诉保罗说 我 接受的这个福音 不是从人的教导而来 而是从 耶稣基督的 启示而来 也就是说 我们 认识 按照神的话语 认识了 耶稣基督 把我们带进去 一个更大 能够明白 福音的地方 在 加拉太书 一章十二节 在 罗马书 十二章 二节 保罗告诉我们说 不要效法 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 而变化 有意思的是 当保罗 讲到我们 心意更新的时候 我相信 他所说的 是在 这个 罗马书 十一章 二十五的背景 之下 十一章二十五节 他说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 不知道奥秘 他是对整个教会 来说的 不论说是男的 女的 是年轻的 年老的 富有的 贫穷的 他说 教会啊 我不要你们 不知道 这个奥秘 意思就是说 我不要教会 缺乏 神的计划的了解 或是缺乏 了解 神 他的策略 也就是说 而且不要让教会 自以为聪明 因为我们 对任何事情 都会有一个意见 对自己 有意见的 对我们的朋友 跟我们的配偶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家庭 整个社会 文化 政治 所有的事情 我们都有我们自己 的意见和想法 了解了神的 这个计划 就会在我们里面 产生一个谦卑 我们就会开始 不同的 有不同的想法 这个就是根据 这个奥秘而来的 所以今天早上 我的目标呢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 这样一个福音的系列 因为这个事情呢 已经有震动了 有改变了 我们在 我们所活的这个世代 有很多事情呢 我们都看出来 是不能够信赖的 我们也不能够去信赖 我们所听到的 所有的信息 我们可以有两种方式 来看我们文化里面 当中的两个 这个错误的信息 一种我们就说 哎呀那个太糟了 或者主说 不是不是 我是在震动一切 能被震动的 所以你可以 就不再与 这些错误的信息呢 同意他们了 也就是说 神要帮 靠着圣灵 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要 被这个奥秘 这个字呢 这个词呢 害怕 因为这其实是他的计划 还有他的一个蓝图 或者你说是一个神圣的策略 不只是是为了牧师 或者是传道人 或神学家 保罗在这个 哥罗西书一章 二十五节 说得非常清楚 这个是对 所有的圣徒 所有的信徒 所预备的 耶稣在 路加福音十章 告诉我们 他充满了喜乐 他说天父 我感谢你 你像聪明人呢 就把这个奥秘 隐藏起来了 但是你像 这个孩子们 显露出来 也就是被 就是对这个 一般的人 平凡的人 显露出来 那么两个礼拜之前呢 我们看到 但一里 二章 讲到 但一里 他诠释了 尼布甲 尼萨王的 这个异梦 那么这个梦呢 其实就是一个奥秘 当保罗 讲到 奥秘的时候 很多人 都认为 他所指的 就是在 但一里 二章 所说的 这个秘密 那个奥秘 但里说 二章 在讲的 这个秘密 这个奥秘呢 让我们产生 敬拜 因为我们 我们看到神 他是掌主权的 他是领导 世界万国的 一个走向 我们看到 神 他指派 不同的人们 来领导 这些国家 我们也看到了 神 他的渴望 让 他的 这个智慧 赐给那些 真正想要 认识 他的人 耶利米书 二三章 三节 告诉我们说 在末世的时候 我们会能够 完全的了解 也就是说 我们能够 了解神 心中的 意思 所以 没错 我们要说 我们 要 我们的 这个心思意念 要扩大一点 但是 我要告诉你 一个好消息 并不是说 你要开始 一个非常 这个严肃的 一个学术性的 一个 查经 而只是 就是你要 读圣经的 经文 而且是 一起来 研读的 格林多前书 告诉我们说 我们有 耶稣基督的 心 就是 我们 不是说 一个人 而是 格林多前书 二章十六节 当 我们在 读一些 比较 冷僻的 圣经经文 的时候 尤其是 这些比较 冷僻的 圣经经文 的时候 我们 会 惊讶 我们得到的 在 过去两年 Mike 所做的 他已经做了 这个三年了 就是他 在 我们 我们 称他为 一百五十章的 末世信息 这一百五十章 来描述 耶稣基督 在来个世代 所发生的事情 那些一百五十章 就让我们 看到 神 他的一个计划 所以 我们 拿着一百五十章的 这个信息 我们彼此来讨论 我们来问说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怎么样能够影响 我们的婚姻 怎么样能够抚养 我的孩子 我的工作的情况 或者是我 跟我的下属的 如何我怎么样 能够开始一个生意 或者是影响 我的周围的人 所有这些事情 神赐给我们 就是让我们 能够明白 我们现在 怎么样生活 在以西节书 十四章 我想应该是 二十一节 他讲到了 这个 这个震动 的这个 耶稣基督 再来的那个世代 一个非常严重的 一些震动 那有四个非常 严重的事情发生 然后 结束的时候 他说 但是 你会看到 这些属神人们 他们的这个行为 你看到 他们的行为呢 就会给你带来安慰 这个就是为教会所预备的 当这个事情 增据的时候 就是黑暗跟光明一起 成长的时候 会有智慧人 会有理解的人 就是 了解 实事的人 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以撒迦的 这个 后代 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因为他们知道 福音的奥秘 根据罗马书十六章 这个计划策略 或者是 这个福音的 这个奥秘 保罗讲到 这个福音 是 根据 永古隐藏 不言的奥秘 在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节 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 和所讲的耶稣基督 并照永古 隐藏不言的奥秘 也就是说 你要了解神 他的计划 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福音 我们也看到 当我们 越来越知道 神的计划之后 我告诉你 这其实不是 远在天边的 什么启示 而是真的 就是在神的话语当中 就是当你在读 这个福音 这一段 你在读神的话语 十遍的时候 然后在你读了 第十一遍的时候 你突然有一个亮光 说这个 经文 我好像从来没有读过 这个就是要做启示 就是我们在讲了 这个 神的奥秘 其实是隐藏在 显而易见的地方 就是隐藏在 他的话语里面 当我们知道了 这个奥秘之后 他第一个 让我们产生一个反应 让我们能够顺从 第二点 让我们 能够 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 一个神 展开的计划当中 是有一个角色 需要扮演的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基督徒 一个呼召 我们的呼召 跟我们的任务呢 就是在这个 三一神 的计划当中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我们 个人的生命 是要活出一个 十字架的生命 也就是 我们要拥抱 十字架 成为 我们 来解释 我们周围 所发生的 一个思维 意思就是 要拥抱 十字架 信奉 十字架 这是我们 一个思维 十字架 成为 我们 如何 了解 神的 领导 的一个 事情 在世上 所发生的 事情 因为 你记得 但一里 二章 我们 发现 神 他直接的 并且 亲密的 在掌管 世上的 事情 有很多 事情 是神 所 允许 发生的 但是 其实你仔细的 读圣经的话 其实 没有很多事情 是神所允许的 其实是神所设计 神所带领的 真的 我鼓励你好好的 去读圣经 看起来好像说 神让这件事情 发生 其实不是的 他真的是 直接的 包括 加入 在这其中 有一些是好的事情 有些事情呢 你不确定 真的是神 所领导的 你为什么 神真的 这是你领导的吗 神说是 就是我所领导的 这个 在我们的人的 心思念里面 好像没有办法 来 这个解决 先知 一向都是这样做了 哈巴谷就是这样子 哈巴谷说 神啊 做吧 做吧 做一些什么事情吧 神说我做了 然后哈巴谷就说 神是你吗 是你做的吗 我不相信 以赛亚说 这是谁啊 主说这是我啊 他说是吗 为什么你穿了是 一身红色的衣袍呢 他说这不是你吧 主说是 就是我 神他直接的干涉 参与在人类当中 人类的历史 因为他正在领导 这个地球 至少 他在领导这个地球呢 进入至少一个 完全的 统一的一个对话 就是 你 你要怎么样来面对 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 这就是 为什么 耶稣基督 在启示录里面 最主要的一个启示 是羔羊 一再一再地提出羔羊 一说羔羊会这样做 羔羊会那样做 至少有 十八到二十个 这个观念 你看到了这个羔羊 在启示录的这个运作 因为神 他在这里 要告诉我们 就说我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我尽可 尽所能的 把人们带入一个对话当中 我要问他们 你对耶稣基督和十字架 是什么样的反应 对教会的说 这个很好 我要加入 主说 但是我也要来对付教会 我也要来处理教会 你要怎么样来面对 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 也就是说 你怎么样来成为一个 预备好的心腹 能够与耶稣基督 一同来治理 同为后死 讲一第二页 所以在约翰福音 十九章我们 一个非常熟悉的经文 耶稣他挂在十字架上 耶稣快要死之前 他说 成了 每次我读了 成了 就好像我走进 一个 一个很长 很长的对话 我说 成了什么 成了是什么 什么成了 是什么呢 不管这个什么 是哪一件事情 但是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完成了以后 就低下头断了气 所以 所以成了什么 我们来看 几件事情 在A点里 主 他应许 亚伯拉罕 我必须要再讲一下 这个主题 在神的话语里面 能够帮助我们 来处理 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以及来面对 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我真的不是 非常这个恶意的来提 这件事情 因为很多人说 你为什么每次都提到 这件事情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还实在 真的就是紧紧抓住了 这个政治的 这个影响 我知道你们说 他又说了 他又说了 他是反政治的 不是 我不是反政治 你知道吗 我 我生长的家庭呢 就是一个这个 呃 外交官的一个家庭 所以我不是反正式的 但是我站在讲台的位置 就是我要预备人们的心 是根据福音来预备人们的心 那当然了 有关于其他的问题呢 是有其他的方面 可以来讨论了 但是我们的先后次序 必须要发生 所以你才会有一个 真实的意向 是一个真实的 一个希望安慰 看到我们周围的事情 我们不会害怕 我们会有希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在这个危机 跟这个压力之下呢 我们每一天怎么样 能够顺服神 第三点 我们会在这个暴风当中 我们对神是神能够使用我们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活泼的心 我们要顺服神 我们要爱神 并且呢 我们要追求耶稣 他的计划 跟随他 了解他对这个世界计划 并且这里有很多的含义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 还有这个任务 但是呢 我们都在这个神的计划当中 就是要坚强教会 并且将福音传给万国 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在创世纪 第十二章 神告诉他说 我会让你拥有极大的生意 生育 并且通过他死地上的万国 都得到主的一个祝福 那么在这里 在十二章讲的这个万国呢 他其实在讲的 就是在创世纪十一章 这个巴别塔之后 被打散的这个万国 神他已经把万国分散了 但是他并没有停在那里 他说我其实是非常爱万国的 那么他们现在受到了审判 是有原因的 但是在十二章 他对亚伯拉罕说 我要告诉你 我要有一个计划 我的计划就是经过你 能够释放我对万国的祝福 这些我刚才审判的这个万国 所以主在十二章讲 他并没有讲得很清楚 这些祝福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 如果神是祝福的话 我要加入在这个祝福当中 这个主的祝福 他对亚伯拉罕所说的 在其他创世纪的几个地方呢 他的这个祝福 一直有重复的这个出现 给我们看到更多的一个细节 但是这个祝福的这个主题 有一个新的一个焦点 当我们来到民数记十四章 二十到二十一节的时候 耶和华说 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他们 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 这个神对摩西说 这个祝福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祝福就是要将我的荣耀 充满了全地 意思就是说 我在来的时候 我要让这个世界成为我居住的地方 亲爱的 这个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但是我来讲的 这个距离太遥远了 你会说 如果你 问我说什么 你刚刚说什么 其实你已经明白了 因为你很多人也是同样的想法 就像所罗门王一样 他为神建了圣殿 然后在炼王纪上 八章 突然间他好像明白了 他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 天和天上的天上且不足容纳你 何况我所建的这个殿呢 这件事情怎么会是 怎么能够成就呢 所以我们不明白 所罗门也不明白 我相信在摩西的时代 他也有同样的困难 因为 摩西 在 在几年之前呢 在 出埃及十九节 他说神会降在 西奈山上 但是你不能去碰这个山 你如果触摸这个山 你就会死 所以他们记得了 过了几年之前 摩西得到了恩高以后 他说 神这样这个启示 他 要住在 世人当中 住在世上 人们听到说 那完蛋了 我们死了 这个真不是一个好的消息啊 摩西说 不是的 这个是 这个 亚伯拉罕的 祝福之一 就是 神 他会永久的 住在这个世上 与世人同住 第一点 讲到神目的的 对 神对这个万国的 这个目的是什么 来 所以在 神的这个祝福 在创世纪十二章 然后 得到了专注 是 在 民书记十四章 然后呢 又在家的 对焦了 是在 但音旅书的第二章 就是 尼布贾尼萨王 他看见了 经过了人类的一个复杂性 带领地球走向他想要的结局 所以 我们 看到在这里所发生的 危机 起起伏伏 这个 安全的 经济的 政治上面的 或者是 这个 族群之间的 这些危机 尼布贾尼萨 所看见的 就是我们要明白的 这个奥秘 这些都发展 在神的领导之下 神要带领 这一切走向 他要的结局 在 这个 约伯纪 四十二章 他讲到说 神 没有一个计划 是会落空的 他的这个计划 不会 落空 绝对 不会 落空 不论如何 他的计划 都一定会成就 这个就是我们的希望 这个就是我们的安慰 这就是我们的平安 也是我们的锚定 我们必须要在这里 找到我们自己 不是说我们不在乎 文化里面发生什么 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去介入 这不是我说的 而是说我们灵魂的锚定 必须要在神计划的理解当中 整个世界一定会充满他的一个荣耀 神会来到这个世上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不论是谁坐在这个政治的领导位置上 我们能够问的最好的一个问题是说 当荣耀的神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 你能不能站立得住 你能不能站立得住 那个时候你会不会活下来 在能不能活在所有的这个喜乐 跟希望跟丰富当中 生活在他的同在当中 就在这个世上 因为你对他的回应 对他想要 因为你回应了十字架的信息 所以但一礼书二章三十五节 这个但一礼又看到了这个创世纪的 这个十二章的这个祝福 然后在但一礼书二章三十五节 就更加的聚焦了 他看到了一个石头打碎了这个像 这个像就是世上所有的这个帝国 然后这个石头变成了一座大山 覆盖全地 就是像那个民数记十四章所说的 这个就是神的国度将会来到世上 这是神的掌管 神的领导来到全地 所以在一点当中 这个地球成为神居所的方式呢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血 十字架让这个世界能够成为至圣所 再一次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自然人没有办法理解的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圣经的一个见证 还不够圣灵还要做什么呢 圣灵要帮助我们有一个一个属灵的了解 然后能够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让成为我们实际上成为我们一个思维 我们以自然的心思是没有办法明白的 这个必须要我们与神展开一个对话 主谢谢你 那你可不可以帮助我来了解 给我更多的光照 我可以帮助我的弟兄姊妹了 那么主呢 这个又是怎么样 那个又是怎么样 所以主对我生命的这个祝福之一呢 就是我有这样子的朋友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因为是我们有了基督的心 在哥林多前说二章 主说是眼睛没有看见 耳朵没有听见的 从来人的心思是不能够想象的 没有任何一个诗人 没有一个任何一个直学家 或者什么一个科学家 能够明白我们今天早上所说的是 除非我们能够同意圣经所说的话 并且是按照圣灵所在 按照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情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更多呢 就是我们要更多的为圣灵 并且能够与三一神的团契来互动 这个福音呢 不只是我们个人的救恩而已 而且并且是要预备万事 让每一件事情呢 都在正确的位置上 让神的计划展开来 亲爱的 从耶稣的死开始 直到永恒 从耶稣的死 直到永恒 直到这个数十亿万年 之后一切有关于这个神的计划 都是由十字架来成就的 十字架激发了这个奥秘的展开 十字架 是耶稣基督 他的得胜 你不要弄错 撒旦并不要耶稣 他不想耶稣上十字架的 也许是我们不相信 撒旦要阻止耶稣上十字架 让我们每天不能够舍己 背上我们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随主 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在对黑暗国度来说 是很糟糕的一天 圣经说得非常的清楚 大部分的人 他们想说 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天堂的说 哎呀 这真的是一件坏事 因为门徒们 门徒们那时候不明白 所以他们认为 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他们跟随了耶稣三年半 他们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 所以 他们看到十字架是悲哀的 所以耶稣跟他们讲说 说你们不要为我悲哀 我其实是得胜了 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 他说他得胜了 他在十字架上 他彰显在这个黑暗国度来看 让他们黑暗国度看到 他的一个得胜 巴罗称他 这个十字架是神的智慧 他说这是神智慧的领导 这个是十字架的奇妙 然后他又说 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 为愚拙 这个愚拙 其实这个原词 就是说像白痴一样的 这个十字架 看起来好像白痴一样的 因为他是那么多的软弱 在这个自然的历史看来 是这么样的糟糕 并且呢 是所有最糟结局 所有历史上 糟绝局的里面的最糟的一个结局 但是 他们知道 耶稣 基督 他的性情 他的道路 知道 耶稣 他是怎么样 来作为的 因为 圣经跟我讲 如果他们知道 世界的王知道的话 他们就不会 送耶稣上十字架 如果他们知道 定耶稣上十字架 这些君王都会失去 他们的工作 他们就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亲爱的 真的 这个真的是 人类历史上 最大的一个将军了 当 耶稣 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不是说这个 贤林康的三天的大派对 来庆祝 不是的 不是说耶稣死了 这个 这个撒旦 他们好高兴 不是 他们是被 打败的 所以耶稣说 成了 所以 但里数十一章 提到的这些智慧人 这些传信息的人 他们会有一个理解 因为他们传讲的是 耶稣基督的福音 他们会了解两件事情 因为他们知道说 福音是买熟了我们个人的救恩 我们 并且呢 这个福音呢 已经 掌控了整万国的这个命定 带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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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成就的结果 在 以弗所书 一章 十节 他讲到了神 百般的智慧 诸般的智慧 他说教会 他说 藉着教会 是天上执政的 掌权的 知道神 百般的智慧 当日 人们会接受 十字架的生命 人们会了解 在十字架上 看到的神的这个性 还有他的属性 人们也会传讲十字架 不是说 我们每一句话 都提到十字架 而是 讲到神 他的计划 他的奥秘 就是传讲十字架 因为只有十字架 能够使这个奥秘成就 启示录第五章 在福音的中心 是十字架的主题 这是神的智慧 神震惊了地上的君王 因为他将全宇宙的 这个领导权 交给了耶稣基督 他是完全的神 完全的人 耶稣 他通过十字架上 死在十字架上 使自己配得 启示录第五章 我真希望我们 有更多的时间 因为这一段经文 实在 非常的 非常的好 我们看到这个 天父在右手 有一个书卷 这个书卷 就是他的计划 就是他的奥秘 这是一个全面性的计划 因为正反面 都写了字了 所以每一页都充满了 这个信息 是他一个全面的信息 全面的计划 就看到一位大力的天使 他大声宣告说 有谁配展开那书卷 揭开那七个印 他在说 他在宣告 不是说他在给一个 发出一个挑战 在这个宇宙 有任何人 在历史上 有任何人 能够配得 来取得神 他的奥秘 并且呢 把这个奥秘 完全的展开 成就呢 我们知道就开始就在寻找了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能够配得 有没有人能够 有谁 有谁呢 没有人能展开 能阅读那个书卷 就是没有人能够 能够坐在那个位置上 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看起来是非常悲哀的 结果在第四节的时候 约翰他就大哭了 因为没有人配展开 阅览那书卷 没有人能够去读他 没有人配得 所以他明白了 要展开神对人类历史的 这个计划 带到这个世上来 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了 就是每世上 每一件事情 充满了光 都是永远都是新的 都充满了他的工艺 他的公平 这整个这个环境 都是正确运作的 我们有吃素的狮子等等的 你知道这个狮子跟羔羊 他们在一起享用青草 还有这个小孩子呢 会带领这些猛兽 就好像那小孩子 他们在踢这个足球的时候 这个小孩子的手呢 就放在这个毒蛇身上 然后妈妈就说 没关系没关系 他刚刚就是看到了一条毒蛇而已 他们一点都不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神 他的公义 已经这个 除去了 除去了存在于人类 跟动物王国之间的仇恨 这个植物 也是完全的正常 还有这个军事 完全都取消了 再也没有军事学校了 也不需要再去研读 这个战略跟策略这些 这些武器呢 已经改变成为农作的工具了 这个平安充满了世界 都在圣经里面写着呢 但是没有人能够展开那个书卷呢 然后长老中有一位 就对约翰说 不要哭 看啊 有一个计划的 你看 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大卫的根 他已得胜 换句话说 是有一位君王的 是有一个配得 展开神的这个计划 并且去实施他的 而且分派这些任务呢 给他的子民去做 这一点我要你看到的 就是当约翰 看见宝座和那个四个活物 以及长老只向他去看的 他没有办法相信他所看到的 看到的在人类历史上 最有大能的那个人 那个人呢 就像是一个被杀的羔羊 不是凯撒 还有他所有的荣耀 也不是拿破仑 和他的军队 也不是美国总统 在这个受到了这个 加冕的典礼 也不是他们 他们的军事最强大的时刻 也不是苏俄的这个王 也不是最有名的这个大将军 他打了历史上最有名的战争 都不是 而是一个人类 一个木匠 他是被世上君王所遗弃的 但是他在死下死 就胜过了他们 所以我们越多的了解 我们就开始看到神 他有一个渴望 他要兴起一群十字架的人们 西伯来说说得很清楚 预备耶稣基督来领讨的 他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受苦 他被预备好 来承接这一切 我们来看这个奥米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 他对心腹的训练计划 能够与他一起统治 同坐后世 同样的来拥抱十字架的生命 能够正确的诠释 按照十字架的试镜 来诠释万国所发生的事情 最后要明白神 他的对这个世上的领导 所有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 我告诉你 神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下棋手 他所做的这么多事情 他很多很多的事情 在这个生命纪告诉我们了 就是这个隐秘的事情 是属于耶和华的 但是那明显的事情 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 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他在领导万国 也还有领导这个国家 在这个时刻要有一个唯一的 只产生唯一的一个对话 就是你面对了这个犹太木匠 你面对他的十字架 你是什么样的回应 你怎么样来面对耶稣基督 你怎么样来面对他的十字架 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 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阿们 我们站起来 我还有几件事情 是要说的 但是你自己可以去读讲义 你们有些人 其实心中已经被搅动好一阵子了 要更加的了解十字架的道理 这个是远大 是大于这个个人救赎的 我不是贬低个人救赎的这个价值 但是我们知道福音的内容还有更多 所以你如果你觉得你有这个呼召 是成为十字架的信使 传扬十字架的使者 我要请你们到前面来 还有今天早上 有任何人 你从来没有把你自己的生命交给神 或者因为说 我要重新的将我的生命献给神 那么如果是你 你需要祷告的话 你要 弟兄姊妹与你共同站立 你可以来到前面 我们为你祷告 或者你可以跟一起来的朋友 跟他们说 我不认识这位神 或者你觉得你心里 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罪 是神今天告诉你了 那你要知道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 为你的罪而死 祂的血 能够洁净我们 只要你承认 祂的 承认祂的一个领导 并且你委身于祂 要跟随祂 那么 救赎是为你准备的 如果 我所描说的是你的话 你必须找一个人来谈一谈 还有一些人 你们说 我好像是脚踏两条船的 所以我在这个时刻呢 我觉得很困惑 我必须要真的来到神的面前 对他认真 如果是你的话 你也必须要 与人来讲一讲这件事情 你来到前面 我会为你祷告 还有人感觉到 在以赛亚书四章二节 讲到了那个圣灵的燃烧 你感觉到这个神的火 现在在你的身上 我相信现在神正在 不同的人身上 做记号 要 这个呼召你成为 这一个了解的 福音的使者 那个来到前面 为你祷告 还有主 求你释放你 医治的大能 医治你的身体 我们也为你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为你的同在来感谢你 各位我们今天的中文翻译 就到此结束 神祝福每一位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 感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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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